Buffer的精髓 我學到了 OK 好 那所以 接下来重点来了 要怎么用 要怎么配Buffer 以前有没有配过Buffer 有配过 配过缓冲容易 自己的血就是Buffer 对 血液就是Buffer 血液是我们体内 很重要的一个缓冲容易 它Keep我们整个生理条件 在大概PH7.4左右 对 但是怎么配 如果哪一天你的Professor 告诉你 来林佑珍 有 你来配一个PH7.4的Buffer PH7.4的Buffer是不是 嗯 怎么配 问给英文看他 蛤 助教 对不是助教 问助教 PH7.4的哦 对 给你的那个线索 我非常的简单明了 我要一个PH7.4的Buffer 嗯 嗯 因为主要他目的就是 只是要让他在一个 大概相对恒定的PH7.4的 下面嘛 好 4的要怎么配 嗯 先用那个公式对啊 阿怎么用啊 哦 天下的酸白百种 你要選哪一種酸 一強一弱 然後看看K 一強一弱 看K 對啊 看K 你要先選一個你心中 你心裡比較喜歡的酸 哪一種酸是比較 比較有 有potential達到你最後的 期望的PH值的 有酸 你要嚇死我 那你要自己經過你的判斷力 醋酸嗎 醋酸好嗎 要什麼樣的酸會比較好 穩定的酸 很多的酸都很穩定 有各式各樣的酸 對不對 有從強酸range到弱酸 還有很弱很弱的酸 所以你到底要選哪一種酸 才是可以達成你的professor的期望的 不然的話你可能配一個月 你一天試一種酸好了 你一個月都還沒配出來 你可能就會被kick out 你要先評估一下嘛 你要先從這個 因為這個是雖然是很簡單的事 但是它裡面給你你所需要的線索 所以你要找什麼樣的酸 比較容易達到最後要求的 我現在要試的 蛤 你要找哪一種酸 比較容易 你成功的機會比較高 因為雖然我們做實驗 當科學家我們要去一直不斷的trial 但是你在trial的時候 你總要選一些比較有利的條件嘛 嗯 嗯 所以我現在要試 啊這些都unknone 那你要怎麼辦 因為它絕 這個pH值是由什麼決定 由pKa 還有由這個來決定 對不對 那所以我現在要試的話 我最好這個pKa值 雖然不會說有剛剛好 有一個酸 剛剛好ka值是在試 但是我可以找一個 離它比較接近的 那就已經快要接近了 至少你這邊很接近了 那你只要去 再去喬一下這邊 調整一下這邊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你在配buffer solution的時候 的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 你要選一個 你離你的目標的pH值 比較接近的 pKa離它比較接近的酸 當作70的酸 然後再來呢 去調這個值 對不對 比如說你這個pKa 我只是隨便假設好 假設現在是有一個酸 它的pKa算出來是3.5好了 那你就去再想辦法調看 只要什麼樣的比例 它的這個log算出來會剛好是0.5 也就是說就是在調整這兩個的比例 那你可以先準備一個酸 再準備一個它的離子 然後兩瓶混在一起 但是你在倒在一起的時候 你還要去考慮到 兩個容易混合的時候 它的濃度的改變 比如說我現在 我先準備一個em的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em的這個 為什麼 為什麼要準備em 對啊 我剛剛你們說的嘛 比例最好是一樣的是最好 那它的差別不會太大 的話它的buffer效果會比較好 然後你再去混合 再去混 那你如果那個 你要混 混的時候你還要考慮到 它最後濃度可能因為體積 因為等於兩個加起來 會變成被稀釋掉 所以你要考慮到你稀釋之後的濃度 這樣去算 OK齁 所以這樣會算好 就等於是你要調整這兩個值 那你的第一個對你比較有利局 就找一個先找一個你要的 離它比較近的酸 然後再來你去開QA這個值 好你去從一開始的話 你先準備兩瓶 一個是它的酸的 一個是它的功能金的 然後你看你要怎麼加 你可以達到最後的比例 是符合你的需求的 這樣會不會配了 好所以 幫著 我現在要PH6的 首先PK大概選在6左右 然後之後 再去找一個酸 如果一個弱酸 然後它可以配 然後把一個比值配的 配成這樣 對 OK齁 好所以大家都會配緩衝容易了齁 理論上會配了 理論上 來看一下 課本有一個立體 來看一下8-6這邊 有一個 Chemist 你們都是Chemist 你知道嗎 你們都是 沒有英文上面的Chemist 指的是你的主修就是化學 就是Chemist 不一定說你一定要到科學家程度才叫Chemist 一個化學家 Need to prepare a solution buffered at the pH 4.3 using one of the following acids 好你看它有四種不同的酸來選擇 它還蠻好 它只列個四種 不是幾百種 好 那這四種裡面哪一種會比較 Calculate the ratio required for each system 其實不同的酸它一樣都可以 你在怎麼 你慢慢調來四種是可以調到 只是說有一些的buffer的capacity會比較好一點 那怎麼算 我現在要的是PH4.3嘛 你先把它最後的氫離子濃度先給換算出來 所以你氫離子換出來是5乘上10的-5 對吧 它帶這個式子 帶那個HH 或者是你就直接用它這個原來的 Ka的表示方法也可以 好那你看一下下面的這個表 下面這個表齁 所有的氫離子都是一樣啊 都是要PH4.3 所以都是5乘上10的-5m嘛 那麼Ka咧 Ka不同的酸就不一樣 對不對 不同的酸不一樣 所以 表示 這四種不同的酸 你如果要符合 它最後要的PH4.3的話 它的HA跟A負的ratio會不一樣 它的要求是不一樣的 那你分別算出來他們分別要求的是什麼 HA3A負的是多少 你看A的這個 chloroacetic acid的話是3.7乘上10的-2 然後B的這個呢 Propenoic acid是3.8 C是Penzoic acid是0.78 D的話是1.4乘上10的-3 哪一個比較好調 哪 接近 接近1的這個會比較好 對不對 好 所以 你看 所以我們會選擇用C的這個 來調製 你們需要的這個緩衝4.3的緩衝容易 好 那你們順便你再看一下 那PH4.3的話 哪一個的KA值是最接近PH4.3的 哈 你是C的這個 好 C的這個Penzoic acid是最接近的 好 所以這邊重新帶出我們剛剛提 強調的重點呢 好 你要選一個適當的酸的話 就是它的PKA值 越接近你最後要的PH值的是 越適合的酸 還有呢 它的HA跟A負的比值 越接近1的是越好的 好 它的buffer的capacity會越好 好 這樣buffer這邊還有沒有問題 好 超容易這邊 沒有 沒有 好 那沒有的話 我們再繼續看下來 酸鹼這邊有另外一個重點 是做D定 然後D定曲線 酸D定鹼 鹼D定酸 它可以是強酸D定強減 強酸D定弱減 或者是反過來 強減D定強酸 強減D定 好 對 強減D定肉酸 好 那那個D定曲線會不會化 會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我們來舉幾個 蛤 例子 蛤怎麼樣 我們看titration 在 在 一般的酸 它的Ka值怎麼決定的 嗯 Ka值怎麼決定 可以怎麼決定 如果現在是一個未知的酸的話 但是我知道它的酸 你可以從 對你可以從解離決定 但是還有一個方法也可以決定 你從它的D定曲線 從D定曲線也可以決定 譬如說在某一個D定到中間的時候 你可以那個H正會等於Ka 或者是一個多子子酸的時候 多子子酸 它在D 譬如說第一當亮點的時候 它等於PkA加Pk2除以2 那個有算過嗎 有嗎 OK 我們先復習一下Pk那個titration 它最基本最簡單的概念 好 強酸強減的組合好了 好我現在用 0.1m氫化 氫化鈉的強減 去D定50毫升0.2m的硝酸 它的強酸 好 好 那在還沒有開始D定之前 PH值怎麼 怎麼算 D定曲線通常就是 橫軸是什麼 橫軸是什麼 你加的酸或是減的體積 然後重軸是什麼 PH值 好所以我們先看 在還沒有開始D定任何氫氧化鈉之前的話 的PH值 那很好算嘛 現在是強酸 所以我們來看 No NaOH加上去之前 那開始加了之後 那開始加了之後 這個 這個以前有學過嘛 你們在做酸檢低定的話 你要先算什麼 摩爾素 因為你現在是用這個 0.1m10毫升加進來 加到0.2m50毫升 那你要去看 它酸檢中和了多少 是先用摩爾素 先用摩爾素 因為你體積 因為加在一起 所以還有加乘 你還要再考慮那個加乘的部分 好如果我現在是用mimolar 好mimmore howmore當作單位 那氫離子現在是多少 0.2乘上50嘛 那氫氧跟加進來的量是多少 0.1乘上10 m 好mimmore 那所以這邊是多少 因為有1嘛 8 10 那這邊也是 這邊10 10 那這邊咧 1 那所以這邊是-1 那這邊也-1 所以剩下多少 9 那這邊0 好 那所以 你從這邊可以去算氫離子的濃度 5 是多少 9mm more 所以是9乘上10的負散 或者是你如果直接都是用mimi這個量級的話 那就是9mm more 除以體積變多少 60 60 好所以你這樣算起來它的氫離子能怎麼變這樣 好你就可以一個點一個點這樣pH值把它畫起來 那如果現在是20毫升加進來的話咧 20毫升加進來那這邊還是一樣 但是氫氫根變成是什麼 好 所以這邊是10 減掉這裡是現在變2 變8 所以氫離子 好 我們從這邊最簡單一步一步把它建構起來齁 你已經得到2個點了 然後第三個點 注意一下最後體積是跟你最後加整個總體積是有關的 所以你現在加20的話總體積變成70 好然後算出一個新的點 那50毫升的時候咧 以此類推 50耶 50毫升的時候 那這邊變50 那就-5 這邊5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這邊的氫離子濃度變多少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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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繼續加好了 加譬如說100 100的時候咧 剛好 剛好酸鹼中和掉 剛好 剛好酸鹼中和掉嘛 變成零 零 然後過來變成從這邊再回去 變成是水的再回去 那 那氫離子變成什麼 10的負7 這時候是達到當亮點 當亮點 那過了當亮點之後再繼續加呢 變成是氫氧根的變多 如果是150咧 現在變成0.1乘上150 變成這個用完 OH-會有剩下 所以剩下的話變成是你先算出OH-的 除以總體積 除以總體積 因為現在150加上原來的 原來多少 50 所以變成200 所以注意兩個地方 所以注意兩個地方就是 酸鹼中和之後 哪一個Species剩下來 氫離子還是氫氧根離子 它的摩爾數除以最後 然後滴定的時候 你的總體積 然後再從這邊去換算成 氫離子濃度多少 然後PH值多少 好 所以這個應該以前有學過 實驗有做過嘛 PH的那個低定曲線 就是這樣子 一點一點這樣構築起來的 好 那如果現在是一個 這個是單直子酸的情況 對不對 如果現在是一個多直子酸呢 多直子酸的時候 然後我們先從兩個直子酸看齊好了 H2A 簡單 從簡單到比較複雜 Diprotic 就是雙子子酸 雙子子酸 所有的氨基酸至少都是雙子子酸 有的是三子子 甚至多子子 好 好 那有幾個point是 我們比較會去關切的 就是 在一個特定的酸 或是多直子酸 雙子子酸 多直子酸 有幾個 就是在低定曲線當中 有幾個點 是比較重要 有意義的點 包括這幾個點 都是對熊子酸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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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在二子子酸以上的话 通常这些点你决定的话 你就可以去决定一个低定曲线 那包括了在还没有低定之前 你的PH值 还有呢 在还没有达到当量 第一当量点之前 你的PH值是用什么式子来表示 有什么关系式来表示 还有呢 PH值它在 这个有一个 就是当量点的中间的一半的时候 当量点一半的时候的PH值 因为那个值会直接刚好等它K PKA 再来第一当量点的时候 达到第一个当量点的时候 PH值 那第一点 当量点达到它就继续往第二当量点迈进嘛 所以在还没有 已经超过第一当量点 但是还没有达到第二当量点 你PH值怎么表示 就是你的PH在刚好第二当量点的中间的时候 好的 的PH值 以及在第二当量点达到的时候的PH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点 在你还没有加任何的 现在是酸嘛 所以要用碱 在还没有加任何碱开始 做低定之前的PH值怎么算 很简单 这个之前 我们一直在讲酸的时候讲的 如果是一开始是1号 所以基本上的话 氢离子 好 都是follow这个式子 如果一开始是1M的时候 我这边用了 那如果是在刚好Midpoint的时候 中间的时候 当量点 B1当量点的中间的时候 等一下 这边现在写错了 这边是双子子酸 好 在还没有开始低定前的话 那就是看它本身的解离率 你一开始其实的浓度是多少 如果不是1的话 你就是它的浓度多少 看过去多少 从这边来决定 但是你开始低定的话呢 你一旦开始低定的话 它这边就会有一些浓度 所以变成是一个buffer的状态 它变成是一个缓冲容易 那缓冲容易的时候 PH值就是由Ka1 还有它的比值来决定 好 那如果这两个的比值 刚好是1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整个 如果当亮点就是整个都反映掉了 但是如果是反映到一半的时候 那这两个的比例是会刚好是一样 就是H2A会等于HA- OK 那这时候 的话它的氢离子的浓度 就会等于Ka1 刚好等于Ka1的大小 好了 好 中文字幕——YK 然后在第一当亮点的时候 氢离子的浓度 它会刚好满足这个关系式 它会刚好 你可以直接用KA1乘上KA2开根号来表示 那你如果用PH的scale来描述的话 它会等于PKA1加PKA2除以2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 这边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先判断 你要判断这一个solution在某一个特定条件下 比如说它在达到当亮 第一当亮点的时候 它的最major最重要的species是哪一个 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那你想一下在第一当亮点的时候 最重要的species是哪一个 哪一个是dominant 现在它是一个双子子酸嘛 那在第一当亮点的时候 几乎这个都反应过来变成这个了 变成是HA负这一个species 它是最重要的species 那你看一下 它这边HA负 它又是酸又是碱 所以你如果把它所涉及到的反应 以及它可以产生出的离子 把它重新考虑一下 然后乾坤大挪移一下 变成什么 它也可以这样写 你把这个反过来 这个是KA1哦 对不对 那这个是KA2 对不对 那你把它反过来 你把它写成HA负 加HA负 HA它也可以变成 H2A 也可以变成A2负 对吧 可以哦 好 那这样子 在这个condition下 它的新的K字要怎么表示 K变成是什么 Ka2处理 Ka1 是吧 好 然后这个式子呢 又可以写成这个 OK 好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同意HA负 它是最重要的species 那么在这个condition下 这个式子就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式 好 那么在这样 如果说这个反应式是这个 现在最重要的反应式的话 H2A跟A2负的浓度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样 好 因为你这边现在是同一个species嘛 然后它减 比如说减X好了 过来 这边减2X过来 这边是X 这边是X 这两个是一样的 它的系数比是一样的 OK 这边反应过来 所以H2A跟A2负的浓度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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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式子你可以重新整理 變成這個H2A的平方 除以HA負的平方 好 有看懂嗎 好 再來這兩個式子可以怎麼描述 這兩個式子這個比值是由什麼來決定 是不是可以從KA1的關係式來 因為KA1這邊 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個H2A 除以HA負 這個比值你可以怎麼寫 是不是可以寫成這個 對啊 那麼也就是說這邊當它平方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H正 除以H正的平方 除以KA1的平方 OK 好 有看懂嗎 好 那現在我們重新整理 因為這個等於KA2除以KA1 對不對 等於KA2 除以KA1 所以你重新寫一下變成H正 的平方 變成什麼 KA1平方 除以KA2 除以KA1 變成是KA1 乘以KA2 好 喔 出來了齁 所以 你 從這邊就得到H正等於根號 KA1 KA2 那 你用LOG的形式來表示的話就變成這個 過了第一個當量點 繼續要向第二個當量點邁進 對不對 那在還沒有達到第二當量點的終點之前 的氫離子濃度要怎麼描述 它現在繼續要往第二個當量點邁進 那這個時候 重點是你要能夠掌握在某一個特定的狀況下 譬如說現在已經超過第一個當量點了 它最重要的species是哪個 或是哪一些 那它現在因為第一個已經過了嘛 它現在要繼續往第二步 對不對 所以變成是 超過第一個當量點之後的話 主要的反應是這邊這個反應 好 這個KA2這個反應 那這時候它的PH值要怎麼決定 等於PKA 但是現在因為已經是第二階段 所以變成是主要決定的話會是KA2 這一個 這一個第二個結尼式來做主要的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是KA2 然後呢 加上LOG 現在變成是什麼 A2負 HA負 這個階段它 它一樣也是一個buffer 也是一個 這個酸跟它的鹽的緩衝 但是呢 是以這個部分為主 好 現在主要決定 PH值的是看這兩個species它的比例 好來決定 那當 達到第二當量點的中間的時候 達到中間的時候會不會 是不是這兩個會剛好一樣 那 達到第二當量點的剛好中間點的時候 H負 等於A2負 所以這個時候的PH值 要等於PKA2的值 好 那假使現在剛好是一個未知的酸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去決定 你看它的PH值多少 你可以去決定出它的KA值 KA2的值 好 然後再繼續低定 到達到第二當量點 終於到了 剛剛是達到中間喔 現在再繼續低定 達到第二當量點的時候 EP就是equivalent point 當量點 那這時候的PH值會是多少 跟剛才一樣 以此類推 只是說現在變成是 現在是 欸沒有 現在我們現在是 只有一個喔 PKA1 已經達到終點 低定終點了 我剛剛把它想成 現在是三子子酸 如果是現在是一個 三子子酸的時候 假設它現在是一個 三子子酸 它有一個PKA3的時候 的話 那就變成是 就是PKA2加 TKA3 除以2 但是如果現在是 雙子酸就沒有 只是說如果有的話 就繼續一直這樣子 類似的方式去算下去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課本上有一個 低定的圖 8-5這邊 我們從8-5這邊看 308頁 Titration這邊提到 低定的部分 還有它的 PH的變化 那 一開始 309頁就是 我們一開始講 最簡單的 強 強減低定強酸的情況 它的 低定曲線 那你可以 類推到強減 強酸低定強減 只是它曲線會反過來 那這邊要大家看一下 你先翻到 它這個好像到後面出 來看到329頁 329頁 它有好幾個不同的Point 從一開始 它的 它這個是一個 三子子酸的例子 三子子酸的時候 那在 還沒有到 這每一個階段 有看到嗎 這個圖 這個圖 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怎麼算酸 就還沒有加任何東西 那你就純粹去解 看它的Ka多少 去解氫離子的程度 然後開始低定了之後的話 就在我們剛剛這邊的 這邊的進程 你開始低定了之後 這邊有一段 它是Buffer的區域 只是說你要先判斷好 是哪一種Buffer 你 不過這個其實也挺直觀的 你看一下 在這個情況下 A2-會是重要的Species嗎 好 所以一開始是H3A 是主要Species 對不對 你在還沒有加這種東西之前 那開始加了之後的話 是不是就會有H3A 還有H2A- 對不對 會不會有A2- 很少很少 很少 它不是Major的Species 所以在這個區間的話 它是一個緩衝容易的區段 那這個區段 它的PH值是主要決定於什麼 是第一的KA 然後加上LOG 它的緩衝的component 那你這邊你要能夠判斷出 它主要的component是這個 OK 然後低定到一半的時候 一半的時候 那就是PH等於PKA1 OK 然後呢 再繼續走 走到它的第一個EP的時候 那它的PH就是PKA1加PKA2 加上LOG 然後再繼續往上走 好 會算了 然後再繼續上來 到第一個當量點 然後第二個當量點 中間的時候 那就是PH 它是用PKA2 加上LOG 只是說這個區段的話 變成是A2 HA-1 OK 好 所以這邊的重點是 你必須要能夠判斷出來 在這個緩衝區間 哪一些Species 是重要的Species 還有你PH值 根據你所在的區間 它是用什麼 你PH 你能夠去描述出來 好 第二 應該不去 還需要寫上去嗎 不用 一直類推 好 OK 好 所以這邊就是多子子酸的時候 它相關的 那個你怎麼去推出它的曲線 或是說你從曲線裡面的 重要的幾個點 你能夠掌握這個多子子酸它的性質 好 好 那這個是第八章酸的這個部分 那第八章這邊我們還有一個部分是鹽那邊 我們下一次還會再講一下 那基本上第八章 就平衡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跟大家介紹差不多 就對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會進入到不同的化學的次領域 包括還有有機化學、生化學、生物化學這邊 然後一些比較重要重點的就是 還有五機化學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 謝謝 謝謝